这边我用手做的纸质扑克牌 现在这个黄瓜都是纸的 颜色进行太坊 我们中国在 Afrika 贵房箩 phenomena 休息 刮鼓 宣传 不是 这个 我 希望 你 看一些你受一些武俠片的一些影响 比较喜欢这些东西吧 然后在网上也看一些别人呢 就是自己这么琢磨 慢慢的开始练练 然后自己就练的一些这个飞刀 飞筷子 飞破牌啊 其实练这个呢 反正一个东西都不是那么轻易的事 但是你喜欢它就能够坚持下来 像我刚开始练的时候 也经历了很多一些东西 刚开始以前最基本的 一张纸就穿破 后来路边练开来之后呢 这个一了罐都可以切开 像五变了五三连吧 反正一了罐应该切了最少也有几千罐吧 像扑克牌已经飞了 没怎么统计应该要好几千负了吧